女人长期不谈恋爱会有什么特征? 有的女人长期单身 整天到晚让身边的闺蜜给自己介绍个帅气的男朋友 但真的给她介绍了,又说自己不想谈呢? 那么女人长期不谈恋爱会有什么特征? 一,成为一个男人婆 什么是男人婆? 男人婆你也可以理解为女汉子 就是指一个女孩子在穿衣打扮或者行为举止上很像男孩子 通常好朋友可以开这种玩笑 如果不是,在背后说一个女孩男人婆 就是贬低对方的意思 坦白讲,女人成为男人婆的原因有很多 有的可能是因为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导致 有的可能就是性格如此 但是,如果女人长期单身不谈恋爱 也容易让自己变成一个男人婆,女汉子 还记得之前那个扛水通的女孩吗? 她就是最好的例子 把生活上的大小事自己完成,不需要男朋友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女孩成为男人婆 这样的女孩为人好爽,也没什么心计 男人谈恋爱不仅可以当女朋友,还可以当兄弟 结婚后也肯定是个能吃苦耐了的好女人 二,经济独立的女强忍 女人长期不谈恋爱,那就说明自己的空闲时间很多,很充足 既然不谈恋爱,肯定就要把时间用在别的地方 而大部分女人都会把时间用于专心工作,让自己经济独立 变成事业上的女强忍 因为经济独立是女人最大的安全感 女人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只要经济独立 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且还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所以,这也是女人长期不谈恋爱的特征之一 毕竟,现在很多优秀的女人,有车,有房,有存款 唯独就是没有男朋友 三,性格高伦的圣女 这是我最后要说的了 女人长期不谈恋爱,随着年龄的增长,结果是什么 当然是成为圣女 关于圣女,很多人第一想到的词,就是圣女们常说的 命缺无奈 是的,很多圣女都不将就 宁可高傲的单身,也不降低要求 有的圣女长期不谈恋爱,在性格上也会发生改变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高冷 当女人被说是高冷的时候,那么她一定是孤独的 要知道,平常很少与人交流 不怎么接触群体,就会有这种表现 可能你会说,我天天在网上跟很多人交流 朋友都说我聊天有趣,热情,怎么高冷了 但是我想说,网上的交流并不算 反观那些网上能说会到的人 在现实不一定也同样能说会到,往往是有差距的 其实女人长期单身比男人长期单身好很多 在这个男多女小的时代里,女人是优势 早晚都会嫁出去,但是男人就不同了 长期单身,男人最无奈的就是娶不到媳妇 一辈子打光棍 听到这话,女人也不要沾沾自喜 有娶不到媳妇的男人,就有嫁不出去的女人 如果能遇到合适的,请珍惜 以上就是女人长期不谈恋爱的特征 你中了几个,今天打算谈一个男朋友吗